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里设定一个固定基站 原本他们就在cota中内置了接收器 通过接收安装在室内发射机传送的无线电讯号来获取电脑 既无处不在又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以后相装电池的电子设备就再也无需更换电池了 同时这个电力的损耗是可以接受的 实验证明一般家庭所有的电池充满 他们每个月需一度电 这个基数太小 哪怕我们浪费掉90%的电力 一个月也就消耗10度电 也是可以接受 相对这个电力浪费更大好处 在于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数据显示光美国每年就扔掉30亿节干电池 那全世界呢想想都可怕 最后希望这利国利民的科技 早日走进人们的生活 而这样的基站不仅仅局限在家庭 如果能再像流量一样 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充电 那么作为手机控的我们 就再也不用有后顾之忧了 小伙伴们 你们看好这枚永不断电的电池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